吃對 所以鎮田樹如果想要 拿下滲頭王以及投手防禦率 應該說是三陣王的話 今天這場比賽 他還是得要再拿一勝會比較保險 如果場數都一樣的話 就防禦率低的拿了 對 還好 來了一個內角的話就形成三陣 也有一些危機了 沒錯 沒錯 結果一開始就三陣王勝敗 因為鎮田樹上一場的出賽 球場外面 就很好 這個球來看一下 有棘手的處理了 迎向前來接球 行進間傳印來 刺殺了王金勇 形成了一出 這得要做得流暢 向前移動 你要在側面接的話 速度會快一點 如果在正面接的話 移動的速度會比較慢 也是 結果鎮田樹 要奪三陣王的鎮田樹 又標了1K 塞個內角球 兩出局了 最好比賽 他投出第二次的三陣 112次的三陣 大概這個如果照這樣的三陣下去的話 剛好100個打數 22K 32K 三陣 沒有出棒 三一尺就是三一尺 三陣就是三陣 又是三陣 喔 又1K了 鎮田樹 這場比賽投出來的第四次的三陣 兩出局 一球是揮棒落空的三陣 前面三次都是最後沒有出棒的三陣 打到他的儀右前 那個曲球的幅度太大了 投出來 而且分數領先的話 才可以取得滲透候選人的資格 面對的手名打者是陳江禾 這個球彈高起來 但是二壘手林中南接到 Nice PLAY 傳一壘 很早就有一些不規則 離他比較遠的距離 所以他有時間可以反映 如果是很近身的話 這個球就沒有辦法處理 兩跑三換得滿球術 黃鎮偉 這個球打到的是在三壘方向彈跳球 威娜斯接到之後 行進間傳一壘 Nice PLAY 隊友來跟他講這去家啦 鎮田樹 投手正面的彈跳球 接到之後傳一壘 刺殺的是劉耿 性形成兩組織 縮小啦 這個球投手直接接上 這球內角球的壓迫 棒只有打裂 其實二壘那邊還有機會 嗯 可能那個準備的動作 只有想要傳三壘 但是轉過身來要再傳 才堵 內角這個球被拉掉 好 這點數 好 抬腿拉弓啊 好